焦点视频,李应冲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李应冲师傅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6日 今天录了很多集,我已经没什么气了 大家吹一点点,不用这么用脑的东西 这里跟大家分析了汉国瑜 说个欧文八节留言的分析 大家借助一些你们都认识的政治人物 他们可以如何参考八字的玄机 把八字应用在财经 把恒生银行和腾讯公司 成立入,跟大家分析过一次 之前跟大家讲过汇丰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些比较理论上的东西 很多人都会看这节目,经常问我 有些客人、朋友都问 师傅,究竟我们批完八字里面 我们怎样可以催急避空 怎样可以坐旺的运势 这样的情况 我应该穿什么颜色衣服 我的八字的用神是什么五行 我应该究竟要做什么五行的职业 才可以发达 这样,如果你又来找个批名 我都会很详细地讲一次给大家听 究竟什么叫吹吉避空 首先,我在营光幕看到 吹吉避空的四句 吹字是吹向吹 不是吹黄的吹 吹吉避空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知道有好的地方 我们要多些去接近它 有什么是危难的地方 我们要避开它 这个就是命理学最终的目的 就是这样的吹吉避空 就不是说你明知见到那个地方是空 你就要踩着脚进去 然后打算穿什么颜色衣服 转什么电话号码去 交往自己的运势 这种想法是本没倒置的 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试试将一个八字 你的连续日时间作为一个蓝图 就好像一个将军去行军打仗 看着一幅兵陣图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兵 什么时候应该回去军地去锻炼 而不要去出兵 就算这份对方有东西挑衅自己 都要去忍耐 其实命理就和打仗是一模一样的 当我们去批讯到某些榴莲气魂 那几年是特别旺的 那你要做的事就是要多些出外 出街出外认识朋友 让你的榴莲气场去吸引到一些真实的人事物 和你的气场接触 从而你就会得到榴莲的好处 如果你的榴莲气场是很漂亮 但是没有困自己在家 又停止上网的话 好的事情是一样没办法可以出现在你身上的 因为我们所说的八字 其实是一种气场学 是当时你出生的时候 太阳按着你的出生鸡位置 射向你的出生地的位置 产生一种磁场 中国人用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 去代表着磁场对我们的影响性 但是这个磁场是虚无的 是虚无的 真正的人事物你才会得到好处 打个比喻 我们每两三年 或者四五年 在自己的八字里面 都可能会找到什么所谓的桃花星 什么咸池 红联 天气 这些桃花星 但是你试着幻想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坐牢 被人判了十年 在这个監仓里面 请问你又怎样会有桃花呢 就算你行什么桃花榴莲 什么日处天合地合 什么什么 三合裁局 你都不可能有桃花的 对不对 因为你在監仓里面 你的空间接触不了女性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去迷信 以为命中注定的东西 就必然要出现